一刀切下 黃色果肉露出 讓人看了唾液直流 台灣盛產鳳梨 釋迦蓮霧等 號稱水果王國 只是萬萬沒想到 中國三月高舉鳳梨禁令 現在竟然又通報我方 台灣鳳梨再撿出有害戒殼蟲 這個戒殼蟲還是叫做 所謂的拔恰黑燉源戒殼蟲 有史以來在台灣很少發現 在中國也沒有發現的 有提供給你嗎 沒有 對岸 當然沒有 如果以你現在的講法是說 對方沒有明確的示證 但是就是可能是什麼 政治性的動作 政治性的動作就不限於鳳梨了 林維州表示 中國禁止台灣鳳梨輸入 一而再 再而三 根本就是政治性動作 只是台灣農產品 銷到中國的比例真的不低 以2020年為例 出國中國總量約 47萬986公噸 價值超過300億元 其中鳳梨就有122876公噸 約43億元台幣 外銷占比達9.5% 而市家出口39171公噸 台幣約31億元 外銷占比達23.2%最多 聯污122536公噸 約13.51億元台幣 外銷占比7.3% 台灣農產品出口不想受制 漁人專家給了意見 農業部門會比較敏感是 因為這個門檻不是很高 那其他的國家包括東占國家都也是很輕易能夠進入這個門檻 那台灣的農產品其實在海外的市場這個生育也不錯啦 都是以這個高品質而聞名 不要滿足現有的這個技術的一個水平 要不斷的精進 會高端精緻也就是提升你的這個在技術面的這一種層次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籠子 要分散風險打開世界通路 學者更建議低技術含量的農產避免落於養套沙 把握技術提高種苗品質 更要做出市場區隔 鎖定定級高端市場才有機會突破重圍 歡迎新聞蔡宇智楊紫玉 台北報導